不過剛才彭P有講到說 是不是這個網路直播 有些證人不願意曝光 或是等等之類的 但是我看到你們列的證人 證人的項目我覺得很大咖 我很想要網路開庭 看看證人出來 我看你列了一個叫做蔡英文 還列了叫做陳水扁 還有一個證人叫做蔡英玲 那應該是蔡英文的姐姐 還有一個劉鐵針 應該就是算是蔡英文的 老師級的這個證人 哦這個列了這麼多的證人 如果他們真的出席 我相信應該蠻熱鬧的啊 這些證人都是工作人物啊 而且都是這個 祝福眾望的工作人物啊 其實其他證人都不必啦 有一個證人如果不出庭的話 這個案子毫無意義啦 就是你蔡英文本人啊 哎你當事人 你不出庭為你自己作證 那其他人是在吃壞 是在畫什麼書 你自己在倫敦有沒有拿到學位 你這三年中是 這個所有的證件 這有的沒的 疑點百出啊 只有你這個證人可以澄清 你為什麼有三張證書啊 只有你這個證人可以說明 你為什麼這個論文 會長成這樣子啊 只有你可以證明 你當年這三張證書 是怎麼去申請補發的 對不對 只有你可以證明 你1983年的10月16號 還是10月17號口試 只有你證明你口試 當天你的指導教授 你的這個口試委員叫什麼名字 除了你以外 還有誰可以幫你作證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來 那是開什麼庭啊 所以我不懂哎 如果這個案子不傳蔡英文 那請問你這個案子要怎麼審 對可是我老實用現實的說法來講 你要蔡英文總統他出席 我覺得我就用嘗試來判斷 維護其為 但是我比較有興趣的是 陳水扁前總統會不會出庭 這件事情很有意思 因為他也對論文們 有相關的質疑 也講出相關的論述喔 有沒有可能陳水扁 他一定會出庭 他一定會出庭 我問過他 我跟你講他敢講 對他敢在節目中講 哎他是大律師呢 他在那個民視的節目中講 他在他的臉書上面也寫了 他敢這麼做 他一定知道有一天 會被傳當證人嗎 他的司法敏感度不可能那麼低啦 那他當然知道 有根據他才這樣說 他說了兩遍耶 還不是只有一遍 所以呢傳他 可是我覺得這些證人都相對 不是很重要啊 坦白講 你說好吧 他說他承認說 當時這個黃國俊跟他講說 他2015年的這個補發證書 是找了這個英國上議院的議長 Anthony Giddens幫他喬的 那又怎麼樣了 對不對 當然黃國俊是過世了 如果黃國俊沒過世 他假如說哎我當時隨便講講啦 就開個玩笑 那這個證據就斷了嘛 所以這個證人不是最重要的證人啦 坦白說 對不對 他只能說他說他說他說 他聽說 他確實出來作證說 確實我有聽說 那又代表什麼 最重要的證人叫做蔡英文 其他都是假的 如果他不當證人 他不出庭的話 所有證據通通可以丟垃圾桶 除了他以外誰能證明說 這張證書為什麼會沒有綱印 除了他以外有誰可以出來證明說 為什麼這個口試 通過通知函沒有簽名 為什麼你的這個博士 取得通知函會比口試 通知函要來得早 只有他能說明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去替他說明 而且你想想看 他如果不出庭當證人 那你就撤告算了 雖然我不願意他撤告 你自己告人 你都不願意作證 那你來告什麼 你來法院尋大家開心嗎 這兩年的時間 我們是陪你陪公子讀書嗎 對不對 你敢告人卻不敢出庭作證 然後交給了檢察官 你自己不自訴就算了 你交給檢察官 檢察官公訴以後 你還不願意出來作證 說你所說的東西是真的 拿出證據來 那請問你你告人是在告什麼 所以這個案子喔 大家把眼睛張開 可以看到今天這一齣 荒誕的荒謬劇要怎麼演下去 各位我很鼓勵大家 寫信打電話E-mail 我確認兩件事情 寫信跟打電話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我們去閱卷的時候發現 民眾打電話進去跟寫信的東西 他都把它做成文字檔 呈在卷宗當中 那我手邊剛好沒有拿到 有些人就是 義正言辭的教訓檢察官 有些人義正言辭的告訴法官 說你要拿出良心來 還有人義正言辭的替我辯護 那個辯護上我看其實蠻感動的 他說彭P連三千萬的退休金 都不要了 他怎麼可能為了生計 然後去詆毀國家元首 所以這個黃偉檢察官的這個說法 是太過荒唐 所以大家都把自己在這個論文門當中 看到的你認為對的部分 寫信去給檢察官 然後最後說By the way 最後我們要求檢察官 要求劉成武同意網路直播開庭 也要求姚念子法官 同意網路直播開庭 因為這個起訴狀 或者不起訴書當中 有太多荒唐的東西 我們認為國家的黑手介入 所以他們都寫了很多他們的理由 跟最後的訴求 結果通通被附在卷宗當中 有用 非常有用 還有一位牧師叫黃世哲牧師 他具名留電話 真人住址 還引用聖經的話 引用聖經啟示錄 尊尊教誨法官跟檢察官說 你們不要做偽證 你們不要說謊 不然你們會下地獄 這個東西 通通都出現在卷宗當中 我們都看得到 有沒有用呢 非常有用 因為你們提出的證據 或者你給這個法官檢察官的這個 但我是勸大家不要罵人啦 因為聖經上說 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人的怒氣不能成就神的義 你去罵檢察官罵法官 你就是罵爽的而已 其實沒有什麼用 最能夠勸服別人的是說理 唯唯道來 所以你們可以去引用 你們覺得在宇宙真心學院當中 然後學到的最重要的證據 你把它列出來 然後告訴檢察官 告訴法官說 我們認為這才是事實 那也不用寫多 最後要求他網路直播開庭 每一封信都會被列在卷宗當中 非常的有用 到時候各位看到那個卷宗呢 可能要用卡車來拉 這個十個皮箱 那個時候法官跟檢察官 就會感受到壓力 他就會想說哎 為什麼這些民眾 都對這個案子這麼熟悉 而且為什麼這些民眾 都舉了這麼多的立證出來 那我們這邊還坐這邊質疑這個被告 我們還要判他行嗎 所以各位的一封信 可以幫台灣的司法非常大的忙 而且可以讓這個詐騙的整個案子 能夠攤在陽光下 所以為了 當然不是為了我個人的關係 因為我如果為了我個人的關係 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我認罪 然後協商這案子可能就結束了 因為這是非常輕的罪 不是為了我個人 我們一起打一場司法之路 而且我們一起揪出 這個38年的詐騙集團的首腦 跟他們的共犯 對 剛才彭P特別講到說 如果直播的話 公平公開的攤在陽光下 你就會知道這整個法庭上的審理 或是有些出現在很奇怪的地方的一些改變 比如說昨天賀德芬老師 他就特別在他開庭裡面 他看到了一個 其實在昨天的政經關閉來也有講到的 蔡英文的口試日期又變了 這出路徑記錄大家都覺得說 一天之內你敢去豐城瀑布 敢去口試很厲害 但是怎麼會 在法庭上這應該是 要非常嚴謹 這有證據的證據說 口試日期是1983年10月中旬 實際日期是1983年10月17號 掐指一算原本質疑是禮拜天 現在變成禮拜一了 可是先前英國的各個單位 就明明就寫的是10月16號啊 我今天還特別去再去翻一下 找出當初給這個 Michael Richardson回函的這一個嘛 10月16號 這怎麼回事 這是未來人又出來 把過去的事情改了一遍是不是 對 許鼓你很用功啊 你把那個前面東西都調出來 對 正式的發現出現三次 三次都講10月16號 而這個過程中 總統府從來沒有反對過 也沒有任何回應 直到他發現這個入出境資料呢 都不攏 現在呢又偷偷地地上一個函說 不對 日期是10月17 他被我們笑了快兩年耶 我想觀眾朋友很多人記得 我還在唱歌嘛 Beautiful Sunday 我們都快消遣他快兩年了 現在呢突然臨時想到說 哦原來是10月17號 這不是太搞笑了嗎 好 如果你認為是10月17號 這證明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說錯 表示什麼 不是他錯啊 當然是你錯怎麼會是他錯 因為學校假設學校說的是 學校的紀錄 那當然是學校的紀錄是正確的嘛 他一定是去查 他不可能用腦子記的嘛 不可能用腦子記錯 他一定是去查了之後貼上去的嘛 對 那蔡英文的律師說 應該是10月17號 可見什麼 可見你自己也沒把握嘛 好 那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是對的 第二個 不知道你們兩個誰是對的 所以Michael Richardson才要叫 英國的行政法院公開你的 口試日期跟口試委員的姓名嘛 因為你看一筆糊塗賬嘛 一筆糊塗爛賬 這個學校原本說的是 我們沒有保留學生的畢業證書 跟這些資料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律系 更直接講明了說 我們沒有他的資料 結果今天竟然呢 就蹦出了一個10月16號口試 結果被這個學生給打臉了 學生說不對不對 我是10月17號 那證明什麼 證明你們兩個中間有一個有鬼嘛 為了證明你們兩個中間 一個有鬼啊 或者還你們兩個清白 你們兩個都沒有鬼 所以要怎麼樣 我們要求公開你的口試日期 跟公開你的口試相關資料嘛 所以這不是更證明了 Michael Richardson跟現在在海外 這三個在排隊的人 他們要求資訊揭露的正當性嗎 所以我常常覺得喔 蔡同學的這個 他旁邊這個主班隊友 或他這個法律辯護團隊 也算是主班隊友啦 為了要圓謊 不斷的要製造謊言 最後會非常辛苦 你看他為了要去圓 他的那個那張照片 後來被踢爆 那明明就在波士頓 那明明就不可能是10月份的天氣 10月份的天氣 非常的冷在倫敦 那明明就不可能是 英國倫敦的場景 因為後面的人是開車是左駕 英國倫敦是駕駛坐在右邊 他為了發現糟糕了被踢爆了 他就偷偷的上網去 把電子檔給改了 但他沒有想到 他那本書的實體書 已經發行了二刷第三刷了 我們辦公室就有三四十本了 那個黃世哲牧師啊 他就特地去買了一本了 他還特別標了兩岸東西 寄給了法官 他說第一個那個照片是假的嘛 他把那個當時那個原在原來的書本 紙本的照片第幾頁都告訴 還把他印出來 你改電子檔沒有用 因為你的書紙本已經寫了 而且他第二個 他直接打臉蔡英文說 你在這本書的第幾頁講到說 你得了1.5個博士學位 可見什麼 可見他在跟那些年輕人講話 說他不是口誤耶 不是吹牛耶 他的紙本自傳也這麼寫的耶 所以你知道到今天為止 有這麼多的證據 足以證明這個詐騙機板 不斷在說謊 然後被捉包以後 他又捏造就串感 所以我們要求保全證據 竟然被駁回 理由是說這證據不會變造 不會湮滅 不會捏造 那怎麼可能呢 所以大家持續寫信給檢察官 寫信給法官 把你們看到這個案子 最關鍵的證據也不用多寫 就列個這麼一項 每個人列一項就好了 然後要求法庭直播 寄給台北地方法院院長黃國中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姚念慈 以及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劉成武 有沒有用呢 我相信螞蟻熊兵滴水穿石 我相信大家用很溫和的口吻 把證據拿出來 我不相信這個東西 不會讓他們感覺到 一絲絲的慚愧 對不過剛剛彭P在講說 希望民眾用這公民的力量 去看這個審判 然後讓司法 不要說給他們一個壓力啦 就是說至少公諸於事嘛 讓大家做一個公平 可是現在好多 我看到好多聲音 他是不相信民進黨政府底下的 司法體系了 因為諸多的最近很多的零零星星的案件 我們來一個一個看 就是一個是太陽花 那我們在2014年太陽花血運 那當時當然 後來蔡政府上台之後 選擇撤告 但是有一些是公訴罪 所以必須再繼續再走完審判 那今天最新的一個審判就是說 公佔行政院 然後並且是在警政署前面 潑紅漆潑灑灑等等 原本原本是被判刑的被判罪的 但是呢後來是高等法院二審認定 因為這些油漆啊 可以去自由清除本體啊 外型沒有損害 所以什麼前民進黨發言人率重塗鴉 這是判無罪 這是一個官司 另外呢還有這個就是 才幹過人的丁先生 那就是被認為被抓到酒架嘛 然後撞到人了 大家覺得說 我要先特別澄清一下 他說他很有悔意 他也的確有停下來哦 有去處理這個事情 但酒架造勢嘛 但是現在發現了 居然是檢察官不起訴 不起訴的原因是因為 說他通過了什麼 直線步行 話通行員等等的測試 那當然有很多人就開始 欸不對 有些人可能有被酒架 有酒架的經驗被抓到 他說我怎麼沒有這些 測試啊我就直接被起訴 所以也有很多的 包括了法律事務的相關人士就說 欸這個到底有什麼公平正義而言 這沒有議題適用 大家覺得非常不以為然啊 現在就對這個司法體系 我先講後者啦 有些人喝到酩酊大醉 他還是可以走直線哦 真的 我手邊 我有些朋友是海量了 他可以喝到那個快掛了 然後還可以直的走回家的 這每個人特異功能 好何況他才幹過人 所以有什麼特異功能 我們覺得也不奇怪 好剛剛講到太陽花無罪 那不是很好嗎 那接下來大家不就去行政院潑漆啊 然後去那個行政院嗎 那不就是給了一個很好的判例嗎 欸其實我是說真的哦 我覺得如果今天政府這麼獨裁 這個判例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好事 坦白說 你可以準備很多油漆了 對太陽花無罪 如果今天政府這麼獨裁 這麼暴力這麼違反民主 這個判決無疑是 無疑是給這個民眾抗爭 一個很好的一個案例嘛 所以照這樣講的話可以啊 那大家已經快受不了 那就去總統府破漆嘛 去佔領總統府 反正無罪判例在這裡 不是這樣嗎 好第二個就是啊 剛剛講的這個酒駕的事情 不是後來還有一個駕駛 這個什麼這個壯人 肇事逃逸的陳柏惟嗎 我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已經有國家隊在給他鼓勵 趙桃好加油 陳柏惟加油 他都已經肇事逃了 你這樣加油是繼續跑更遠是不是 我這樣講啊 這裡面有幾個觀念啊 第一個如果他今天只是 有肇事前科 我覺得不小心的嘛 或者是被碰磁嘛 你有各種可能啦 我覺得那個你只要開車 二三十年紀錄中間 難免會有些小問題 好 這是違罪 如果是這個我覺得 沒有什麼好 無可厚非啦 那第二個我覺得 第二個比較嚴重的 叫做酒駕造勢 我認為這個嚴重 但是這不是最嚴重 比這更嚴重的叫做 造勢逃逸 這個非常嚴重 因為證明什麼 第一個你原本是可能是無益的 可是你撞了人之後你再跑掉 你第一個你推卸責任 第二個因為你跑掉 你棄制這個被你撞的人的生命 跟安全欲不顧 這是罪不負責任的 我認為這個罪比酒駕更為嚴重 因為你酒駕你可能只是貪圖僥倖 你覺得你貪杯沒有喝那麼多 你覺得你應該可以走直線 你應該開車不會出問題 結果出了問題 那只證明一件事情 你要不就是過度自信 你藐視這個法令啊 但是故意的成分 當然是酒駕造逃 這是非常惡劣 最嚴重叫酒駕造逃嘛 但是就是沒有喝酒 我跟你講啊酒駕造逃的責任 搞不好還沒有那個沒喝酒的人中 因為喝酒的人幫幫的 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撞到人 對於行為意識什麼之類的 對 他當時的判斷能力都失去了 你今天清醒的撞到人 你還逃走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刑法上 我覺得應該叫故意殺人 或故意傷人 對不對 而且你棄制於被你傷害的人 的安全於不顧 你不去報案 你不去幫他處理 你竟然跑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各種交通事故中 最不可以原諒的 比這個酒駕造勢逃逸更不可以原諒 因為你的意識是清醒的 所以我說如果我是陳柏惟 我是一個公眾人物 我是一個民意代表 我有這樣的事情 我根本就不會再 不應該再步入政壇 或者是說根本就應該 被揭露的這一段過去 如果你還有一點點羞恥的話 你根本就應該 辭掉立法委員的工作 那看起來沒有 因為第一時間他說的是 哦有這個事情嗎 然後一開始是說 他的那個包括辦公室等等 還發新聞說這個是抹黑 然後再來呢 人家秀出證據之後 他講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說 因為他家裡自小貧困輕苦 他兼兩份工 所以他是疲勞駕駛 很可憐啊 疲勞駕駛不小心撞到人 大家都覺得奇怪 不小心撞到人 或是人家撞你 這個都有可能 但是你趙陶 趙陶跟家境貧苦有什麼關係啊 對啊所以這個毫無邏輯可言嗎 我的重點在於你趙氏逃逸 逃逸這件事情是很嚴重的哦 這個如果我們把它往上上綱一點的話 變成你可能是由過失傷人 變成故意傷人或故意殺人哦 因為你有救人的可能 你留下你不照逃 你有負責任 你有救這個當事人 被你撞到的人的這個可能性 對不對 你可以幫他處理這個找救護車 結果你逃逸 你逃逸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棄制放任這個受傷的人 可能一步一步的流血失血邁向死亡哦 所以你這不是蓄意傷害嗎 這個東西還可以 而且當時他 我覺得就光這件事情 就是謊話連篇的 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就是說 他還說哦撞到人之後 後來他發現撞到人 他就去警局就是投案 或是說去警局報到 結果審判書上面判決書上面說 是隔天警察透過了車牌 找到了人打給他通知他到案 所以我覺得這完全根本不符合 就是說啊你當下真的很慌張逃走 事後想一想 不是你是隔天你被抓到了 你不得已才去投案的啊 對這個非常惡劣啦 我坦白講就是你不負責任 更有甚者是你棄至於這個 被害人的生命於不顧 然後你就兆逃 然後你後面還謊話連篇 一開始還這個否認 一開始否認證明什麼 你可能這輩子幹的壞事太多了 多到你認為這個兆逃 不足以放在你的記憶當中 記憶體已經滿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離譜 很離譜啊就是 然後另外一個離譜的就是 你看到這個所謂的國家應援團 國家藍勾勾加油隊 各個立委各個各地方的議員 跑來幫忙他加油 趙陶居然是幫忙加油 我覺得這真的是 非常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真的荒謬 那些幫他加油的名單應該整理起來 我覺得應該在公佈 然後做成一個檔案 就像我們在論文門當中 我們對周邊的所有的律師學者 曾經發言過去挺蔡英文的論文的人 我們都會把他蒐集下來 因為這個將來 其實是我們在寫歷史 讓大家看看在這個年代當中 有這麼昏庸的一群人 為了拍這個國家元首的馬屁 去當這個國王的新衣裡面 那個文物百官 他們的名單如下 他們說過的發言如下 我覺得這樣做 才會讓這個社會有所反省 不然這個社會沒事沒飛 對真的是沒事沒飛 最後一個你看到就是說 他最近被連環報嘛 說又有判決大家去查 哇原來暗底一堆 又賭博賭博說去打快打旋風 結果被人家查出來 你就是去打這個所謂的 冰果電丸嘛 底下是有快打旋風的這個 馬克沒錯啦上面是冰果電丸 然後他當然他又是 又有一套說法了 就說啊那的確有很多 什麼滿貫大亨啊 的確有很多冰果行星 可是我真的就去打電動等等 但我發現這一次喔 那剛剛那些藍勾勾國家隊不見了 他們發現這個船不能再 要棄船了 這感覺這跟陸文門的狀況 其實蠻像的 就是說我第一次 反正我先跳上船幫你應援一下 後來發現不對啊 苗頭不對 這事情越來越多就出來了 對啊我覺得他年紀也不大吧 怎麼會前科累累呢 我就覺得 而且他現在還不是民進黨黨員嘛 他是激進的嘛對不對 對那民進黨在應援什麼呢 他們在背書什麼呢 這我實在沒辦法理解 對不過現在看起來 因為看起來不知道後面 還會爆什麼料 所以我看剛剛那個明星應援團 已經不見了 那當然剛剛彭P有講說 這跟陸文門看起來 那個狀況是很像的 但也相信說 最後真理會越變越明 所以剛剛彭P有特別呼籲說 如果朋友關心陸文門官司這個案子 可以趕快的寫信 或是打電話反映給司法單位 形成一股力量 希望說能公平公開的來做這場的審理 那今天時間我看已經時間到了 對一聊聊超過那麼多 謝謝彭P 彭P晚安 謝謝許甫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 謝謝 好 任我們開箱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